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新年快乐 每逢佳节贝斯青 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团圆了呢 因为现在社会形态的关系 每天忙于工作忙于生计 心里不免担心 爸爸妈妈在家里过得好吗 有平安健康吗 有时候因为时间小小的疏忽 可能造成一生大大的遗憾哦 从今天起要告诉大家 如何一起跟爸爸妈妈 跟我们的引法长者 过着安全健康又快乐的生活 给大家一起吃吧 高龄化社会的来临 加上少子化的关系 为人子女因为工作 或者是家庭因素 与父母亲分居两地 无法就近照顾他们 担忧他们的身体状况 心里总是充满着不舍与无奈 人老了就是要吃很多的药来帮助 但是呢人老了真的又很健忘 所以常常我会觉得 这个时间到了会忘记 还有呢到了时间 想起来了又搞不清楚 要吃哪种药 所以在生活上面哦 每天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神经紧张 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就觉得自己老了 真的是觉得很大的无奈 国内就有业者深切了解子女们的感受 针对独居长者的需求 提供远距照顾平台 整合多种智慧科技产品 全方位照顾他们的健康 获得许多正面的回响 这个我就要非常感谢我的儿子 他帮我安装了一个叫做平安机 还有呢替我准备了一个 那个智慧药盒 哇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讲 实在是太棒了 他会告诉我服药的时间 我就不再为这个时间的事情伤脑筋 然后这个智慧药盒就更棒 我只要打开来 我就把那次该药服的药 都能够全部都按照规定这样服完 所以我现在觉得 在我的生活上 就没有这么大的这种限制 或者是说让我觉得很担心的地方 智慧药盒可以记录 使用者的用药情况 只要时间一到 正会发出铃声提醒家属或个案用药的时间 不论是用药情形或是身体状况 子女们都可以透过电脑或手机APP 及时掌握 而贴心的服务 还有一个按钮装置 可以随身携带 遇到紧急的情况 只要一按 就可以立刻启动救援机制 当使用者测量完血压血糖后 数据结果会上传到云端资料库 若发现素质异常 专业护理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主动联系 了解个案的状况 必提供事实的协助 用药杨好像通常更安心 好像更好就到了 我说这样 我太不烦恨 就说 你会不会想这些管 怎么办 帮 管 鸡 他都会靠地来问 结束好 心情也结束好 睡了 更好睡 没烦恨就说 如何的我 如果说如何的我 他就知道 对不对 我会跟你说 吃这个 我真的要暗时 我都要把这个办公 你先拿来放在吃 这样方便就对了 很好的 喂 阿嬷 这样好吗 对 我阿彌陀佛师 对哦 你要去出这场 会去的方便 我用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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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有事情要请那些 电话给我们说 好 好 好 可以啦 好 阿嬷 再见 拜拜 拜拜 对 谢谢哦 因为我白天有人在上班 所以我妈妈晚上回来 她都会比较会很紧张 那装了这个系统以后 我如果有事情 我直接按电话 那对方护理人员 就会回答我一些问题 这样 为了真正落实 远距照护的理念 业者打造24小时 全年无休的护理中心 并且具有丰富经验的 专业护理师 提供紧急救援通报 以及关心追踪 监控生理资讯等等的服务 就如同贴身资讯与照护 守护家中长辈的安全 带给他们安心的感受 我们在中心护理师 主要就是借由建管师 到窄端 帮我们收集一些会员的资料 那这些会员在家里 只要随时有需要 关于健康的资讯 都可以押讯进来 那我们这边24小时 都会有人可以帮他们解答 为了让家中的长者 得到最妥善的照顾 业者特别建立 具有专业护理背景的 行动建管师服务系统 提供家庭探视 掌握个案的健康状况 并且可以陪同个案 就医看诊 协助医病沟通 让子女可以真正放心托付 好 你好 我是 行动建管师彦萍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 是一个高龄 相近90岁的杨爷爷 那他是独居 然后跟儿女 其实是都在外地工作 不叫没有办法时常回家 那爷爷本身 他有高血压的病史 那在一次的家访中 也有跟我提到说 他头晕 胸闷不舒服 我到下就帮他量了血压 发现他的心跳啊 只有30 呈现快休克的症状 那我多方面的评估发现 爷爷疑似应该是 用药过量导致的 所以我马上启动了紧急救援 将爷爷送到急诊去 然后挽回了他的生命 那陆续呢 我在那个门诊中啊 就会跟医生讨论爷爷的用药 也将爷爷的用药 把他分包助寄 然后一来是降低爷爷 他的错误的用药的频率 然后也解化他的用药这样子 在行动建管师 与个案长时间互动关怀之下 也建立如同家人的情感 彼此信任可以给予心理上支持 与情绪的安抚 那其实我们行动建管师 他最主要的话 其实是在社区的家房 因为像一般就是说 有些民众他可能出院啊 或者是说他回到家 他会有一些用药的问题 或者是伤口照顾的状况 他其实不是很清楚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是 比较可以亲身 直接到家里 去观察他的用药情况 甚至他的饮食情况 所以建管师 他其实比较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在家房 卫教这一块 其实我们在家房的同时 其实我们也是在私之 会做一个评估 那可能会帮阿嬷 就是收集说 他有一些状况 其实是需要告诉家属 说可能就医的时候 要提醒医师 对 那其实这个也许他平常 可能不会跟家属讲 他是必须透过 我们行动监管师这个平台 那去联络就是说家属 还有就是说长辈 那甚至也许是医院这一块 整个等于做一个 三发的连结 透过完善的规划 与专业的照顾 贴心呵护银法族的健康之外 最重要的是期望 能为他们创造一个 快乐安全的生活 看到照片上 爷爷们在看球赛 那种热血的感觉 刚刚丁丁还看到 另外一张照片 一些奶奶们 那个笑容超青春 好灿烂哦 副总 是 我们远去健康照顾的目的 就是希望提供银法族 安全健康快乐的生活 所以快乐很重要 我们希望银法族以后 就像那个少女时代一样 开心 对 因为我们知道 韩国的少女时代 是当红团体 对 那我们这边看到 是我们台版的银法时代 那个美丽灿烂的笑容 完全不输寒流 是的 我们真的希望 我们能够好好来照顾 我们的银法族 让我们的银法族的朋友 全部都是非常的快乐 没错 因为你老年生活 除了健康 安全 再更紧接 就是要有一个快乐的银法生活 拥有电脑通讯背景的业者 凭借专业的技术 跨足长期照顾产业 从产品 设备到云端 建构一个完整的远距照顾平台 提供整合式的服务网络 是 我们再提供给我们的会员呢 大概基本上 从家里的中端设备 我们可能有平安机 随身有等等 这些设备通通都是 我们自己制作的 连接到我们的云端 云端的设施 server也都是我们自己的 同时我们有 公司也有医学的专长 还有护理师的专业背景 这些整合起来 所以我们形成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 非常完整的云的架构 来做这个服务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边的中心呢 全部都是护理师 这些全部都是护理背景的 所以随时随地 可以达到我们想要 达到一个目的就是 按一下护理师就在您身边 秉持着远距照顾 亲如家人的理念 业者正积极与医院端合作 用全新的思维 以及经营模式 将远距照顾的观念 推展出去 我们在四年前就开始投入 那投入呢是从 从设备 从系统 从云端 从软体 我们就开始建立整个系统 服务系统 然后在一年前 我们就正式推出服务 那一年前呢 我们跟医院合作 照顾他的出院病患 他的出院病患呢 我们免费照顾他21天 那后来呢 造成很大的回响 客户呢 都会很欢迎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呢 我们有七八家医院 已经跟我们在 在洽谈合作 那我们希望呢 这种野地照顾能够 让更多人来体验 然后达到这个 推广的目的 面对老年人口 逐年的增加 银法竹需要的生活协助 将会越来越多 未来业者也期望 可以透过全方位的 整合服务规划 为子女们细心守护 家乡独居的长辈 为他们打造一个 快乐安全的健康生活 最佳的照顾 带来快乐的生活 祝大家 平安健康 洋年行大月 耶